我們是看不到那個石頭 跳起來就好 很大顆的 叫石頭 現在是站立在岸邊 以前是在水裡面飄浮著 因為很大顆 露出來就只有好像那個 烏龜的一個被 但是它的水底是蠻大的 你看信念溪從這邊下來的水 就是往那個石壁這樣衝過去 然後再轉個彎這樣子 然後又加上清台溪的水過來 所以那個是 以它們行船的人來講 它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漩渦齁 對 類似就是漩渦 所以最有名的就是 這邊常常在出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把這個大概 我們現在 好 楊老師有沒有什麼補充的 我有什麼地方漏掉的 因為有時候在講 自己在講 有時候忘了該講的地方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講 我們現在看不到了 對 看不到了 而且更好玩的就是說 我們 如果以我們在設計道路 我們人走的一定是在靠近 比較靠近山壁 可是以前很奇怪 它是台車道 然後駿溝 然後呢 最旁邊小小的一小段路 就是人走的路 所以我們在訪問齊老的 齊老的說 我一直沒有 以前沒有 那個新烏路也是很小嘛 那新烏路你看 你要爬過那個 劉家公山過去 然後再去新店國小 然後他們都不走 他們都寧願走下面這裡比較近 然後以前青唐的人 要去新店 也就是走這條路 這樣走走走 走到開天宮 沿著開天宮 以前開天宮沒有那麼大 它只是山上小小的 所以它是沿著這條路 就講到一出去 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 行鑑的園 跟地球 台車就是從烏來 1928年嘛 1927年 1926年 1927年 1927年 從那個 從那個 烏來到新店 有一條那個 台車道 好 老師你都在是不是 這都在是不是 他就是那個 從那個 烏來 他們烏來不是有很多 很珍貴的那個木頭 對不對 他有那個什麼 後來日本政府來這邊 造了很多林 那你如果說那些東西 要從山上搬下來 從山上下來 都是不是用滾的 就是用那個 那個叫做 流浪 那叫什麼 用茶做的 什麼 一股啊 喔 木馬 對對對 用木馬 脫木馬 從山上這樣 脫下來 那台車道的收費 是怎麼算的 他台車那 一台台車可以 重3千公斤 收 收費 我是說費 收費是 收費是 好像就是說 那個 比如說山景公司 跟那個 我們那個 你進來 你進來 有一個叫做 周債師 我們在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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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公司之間的 並不是說我們那個 委託人 沒有那個 私人的委託 就是 比如說山景公司 跟什麼 木材公司 跟他們的合約 好了 不要累了 好了 這樣等 謝謝 謝謝